在众人的见证下 罗东高中校长曾碧光 今天跟美国加州峡谷大学 国际学院院长郑嘉宜 签署了美国加州峡谷大学 国际线上学分课程 Global Online Learning的合作备忘录 让罗高学生免考托福 就可以先修美国大学的正式课程 郑嘉宜院长本身是 罗东高中的优秀校友 他希望回馈母校 加会学弟妹 那这一次的这个 美国峡谷学院的线上学分课程 是让我们孩子 如果他将来希望能够到美国念大学 在高中的阶段 透过这个我们的杰出校友 郑嘉宜政院长的协助 那让我们的同学们 在高中的阶段 就能够休息美国大学的这个学分课程 那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 这些学分课程 不但他的费用呢比较便宜 第二个 他跟所有的美国系统的学分呢 是相互同时采认的 那拓展了将来孩子们 带我美国去就学的这个一个 另一个通路 所以我想在学生适性发展的 这样一个途径上面呢 让孩子有多一个适性的选择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罗高是我的母校 那我自己也知道 我们以前是乡下比较穷的小孩子 如果没有像罗东高中 这么优秀一个高中 从小就开始帮我们培养 我现在也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在美国的大学当英文系的教授 然后还有就是当国际院的院长 那因为我本身国际院的资源相当多 我需要回馈 我想最想要回馈的地方 就是回来我们罗东 回来我们宜兰 然后我们母校的 下一代的小孩子跟学生 有像我这么以前 求学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美国加州峡谷大学国际学院 招收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 国际学院的院长郑嘉宜表示 学生可以依据英文程度 在高中期间 视讯选择休息美国大学课程 不仅所修学分 将来可以抵免到美国大学就读的学分 包括知名的伯克莱 史丹佛跟纽约大学等等 减少出国的年限跟经费 而就算不出国留学 也可以提升英文能力 拓展国际视野 在我们的罗高的学生 如果是在高一念完之后 英文程度还不错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上网路来修课 这些修的课都是大学学分的课 他修了之后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他如果将来 想要去美国念书 这些学分都是永久保留 而且还可以转去四年大学 他如果说将来不到美国念书的话 他也可以因为透过跟美国学生 还有教授的交流 英文上一定会进步很多 最主要是世界观 因为台湾现在国家政策是双语教育 家长很支持学生 学生很激情 再加上我们学校支持 还有政府的政策的一个方式来推展的话 我觉得台湾双语国际化 应该是对我们小孩子的心 小孩子学习的方式来开始 罗东高中积极推动双语教育 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除了跟美国圣路易大学高中缔节节目校外 现在也跟加州峡谷大学 签了线上课程合作备忘录 让罗高的学生能在高中时期 就可以跟外国学生共学交流 增进英文能力 而对于想要到美国留学竞修的学生而言 更能透过这项管道 方便衔接美国的一流大学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